这些焦点我们持续要来关注的是医师柯文哲 那么在昨天一开始已经向台大议院告假了 要打算全心全意的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那么尽管柯文哲还是没有放弃跟民进党合阻在野大联盟 但有意角逐台北市长的另外一名参选人 私下已经放话柯文哲决心不加入民进党 坚持武党许人到底 也引发了在野联盟破局的声浪 那么现在排科力量暗筹汹涌的 也让绿营整合陷入了茶壶风暴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除了柯文哲方面 连胜文也即将在2月24号要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而他的父亲连战也公开力挺表示乐观其成 至于柯文哲他昨晚在看电影大道成的时候也哭了 觉得自己是人生主席 大贡献 接下医师跑第一天柯文哲观看电影大道成后 情绪激动 在里面哭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直办到今天早上8点 8点以后脱下医师服 然后就开始 这个让我回去想想看 我感觉这个心情太复杂 当了超过25年医师的柯文哲 向医院请假第一天投入选战 就传出将以无档籍来参选 下令捐练 不是为了台湾历史的未来我一定能打赢这场 而最大劲敌连胜文即将宣布参选 父亲连战乐观其成 我希望他很顺利 能够完成他的这个一个心愿 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年帝台北市长选战 不管是男赢的连胜文或是无档籍的柯文哲 想打赢都不容易 不过却也创造了前所未见的新局面 记者罗绿云台北 蔡萌萌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